中东阿拉伯这边也是差不多 我们说战争要升级 现在呢双方都在准备力量 以色列那边是不断的找美国 说你这个武器要到位啊 伊朗、叙利亚、黎巴嫩 包括伊拉克、阿富汗呢 这边也在集聚力量 当然他现在主要有一个 伊朗的一个总统的选举 这个事情有点卡在这了 他应该是等到这个 伊朗的总统选举结束 可能会做出一个新的整合 因为现任的代理总统 看新闻呢 他不参加这个伊朗的总统选举了 那因为阿拉伯有很多国家 他们一些武器呀 还有一些战略战术啊 他们都离不开伊朗 因此伊朗呢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话题 就是他的总统选举之前 这一段时间 他由一个代理总统来执行 外交部长也是一个代理外交部长 有一些政策可能他不好推进 因此呢 这个仗呢 一直就没有继续往前推进 但是从双方的口气来看 没有一方要让的 都要打 而且以色列是说 我们用想象不出的武器 我们可以消灭里巴嫩 里巴嫩呢 也是说要先下手为强 这些话都在说 可是在那边 美国和英国的飞机运输机 不断的往里边飞 那这就说明军火在那边集中 一旦这个中东阿拉伯 真的战争升级打起来 那天就是人类的灾难 就是双方都会死很多人的 这个地球上呢 是不应该出现的事情 在中东阿拉伯那地方 就有可能发生悲剧 这是一个悲剧 但是现在看来 没有任何办法 根本停不下来 没人能让他停下来 双方的拱火拱的 已经没办法了 因为已经死了那么多人了 这个实在是走不下去了 怎么能让那个战争停下来呢 就是战争升级 升到最高级 最后甚至把核弹都打完了 才能停下来 这个悲剧 有可能在不远的将来就要发生 我们只是在关注 而且这个话题呢 现在是个敏敏感话题 很难讲 很难去纵深的去剖析 因为有些关键词都被禁了 都被封了 不能说了 我们只是看一看 然后看一看 可以公开的新闻 和大家分析一下 我们是不希望悲剧发生 但是它很有可能会发生 现在这个世界上呢 就是好事不多 当然又转回到美国 也有一个事 就是很奇葩的一个事 就是美国的波音公司 他们生产了一个飞船 让这个宇航员上到太空去 太空的天空站走一圈 结果呢 这个有一个阀门啊 漏气了 什么什么奇怪的气体漏掉了 漏掉了以后呢 现在他们可能回不来了 就是飞船得把它接回来 原来那个飞船不能用 阀门不对 阀门漏气了 还不止一个阀门漏气 好几个阀门漏气了 那现在在天空站上 这些美国人宇航员 怎么回来呢 是不是要马斯克 再发一个飞船上去接他们呢 也有新闻说 想让中国和俄罗斯来帮忙 在这个时候可能吗 你让俄罗斯的航天飞机 宇航员去救美国的宇航员 可能吗 中国咱们不知道了 我认为俄罗斯是不太可能的 他说这是个笑话 是不是真是这种样子 或者宇航员怎么回来 或者是不是宇航员真的上了太空了 这些我们也都看不到 只是新闻在说 说这个发射之前 就已经知道他漏气了 结果工程师说不爱大事 继续发射 那就把这宇航员发射 确实上去了 也确实没大事 可是要回来说不行了 现在回来那个飞船不行了 回不来了 那这个事情我倒觉得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倒是有看头 看看美国人怎么把这个宇航员 给他接回来 用什么飞船给他接回来 这倒是一个新鲜的一个科技话题 我们可以看一看 中国刚刚看了他那个新闻 他那个从月亮上 从月球上啊 那个东西下来了 那个大降落伞落到地下了 落地下以后呢 就是把月球表面上的一些 什么东西给采集回来了 他算是成功的 就是成功的回收了 但是中国和美国之间 在这个太空领域上 应该是没有什么合作的话题可言的 因此这个也就不太可能 那我们接着看一看 这个美国的宇航员 是不是真的在太空那待着 是不是真的能够接回来 这是一个新鲜的话题 我们可以跟踪一下 好 今天先聊到这 谢谢大家关注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